就是在美西方像制裁俄罗斯一样 对中国进行制裁 会微信制裁的情况下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特别在重构产业供应链方面 那一定要把台积电 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手里 因为它现在要再加快向美国转移 要在美国建立六个厂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它转移的 目标全部实现 第四我们要公开的 就是以各种方式 支持在美国集中打压的中俄 这个之间 我觉得要公开的 合理的 尽一切所能的 对俄罗斯进行支援 比如说最近中俄的联合空眼等等 我觉得还可以在贸易方面 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那么使中俄通过一带一路和欧亚 就是普京提出来的欧亚大联盟对接 形成我们的战略纵身带 形成我们的私塾制度经济带 那么作为我们的能源安全带 那么作为我们的今后的一个重大的安全屏障 这一段时间 我可以做一个 这种